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那你們到底想要幹嘛嗎 各位這個真的是 你看得懂 你看我先給你第一支軍售 是加強防空能力 防空能力不行的時候 我就給你標槍刺針 最好不要進入城鎮 標槍刺針沒有用了怎麼辦 我就叫你步地雷 跟敵人抱在一起死 完全完全 其實美國就是一步一步 劇本都寫好了 可是偏偏民進黨就是配合演出 來 是不是要把台灣變成像一個烏克蘭 是啊當然是啊 我們來看這個外交政策 公佈2023年全球十大衝突焦點 台灣上榜了 這個裡面都認為說 中國認為如果不對台灣動武 就像給美國跟台灣聯手的機會 因為我不給你們機會 什麼以美謀獨 以台制華 那我只好對你開戰 我只好對你開戰 這是外交政策的評論 那民進黨 我也早就告訴你了 對啊我就要當烏克蘭 這12月27號 接受媒體提問等了745天 氣死我 來 蔡英文說 二無戰爭過去300多天還沒有停止 在戰爭跟屈辱面前 如果選擇屈辱 那屈辱過後還是得面對戰爭 所以我們要戰 吳釗燮他也說了 台灣人深受烏克蘭為主權 及自由而戰 勇氣的鼓舞 到底誰 多數台灣人已經做好準備 捍衛國家為自由而戰 到底誰 我認識的都沒有啊 我們現場這個通通都沒有 沒有要為這個民進黨的 莫名其妙的自由而戰 到底有誰 然後邱國正也說了 期許大家發揮同島一命的精神 體認堅持到底死裡求生的意涵 講成這樣 死裡求生 將軍都搖頭 講到死裡求生 守護民主自由最前線 所以我跟各位說 2019你看看 守中線都是笑話 蔡英文發了一個貼圖說什麼呢 國軍有充分萬全的準備 鞏固2300萬人民選擇 自由民主的生存權利 我已下令軍方 對蓄意越過中線的挑釁 必須第一時間強勢驅離 驅了三年 人家現在每天都來 當自己家的廚房來 請問你的強勢驅離在哪 來還有 微臺軍人的時候 不怕 慈母守中線 守個老半天 中線在人家眼裡 完全不復存在 你的守中線呢 你的強勢驅離呢 通通都沒有 中線沒了 我們就往後退一步 這個強勢驅離沒了 我們就往後退一步 飛彈來了我不敢講 攻擊來了我也不敢講 反正我也不用講啊 因為美國跟我講 我們就是在城鎮裡面 用生命 用血淚 去拖住解放軍的角度就好 我們沒有要跟他打空戰 沒有要打海戰 所以通通無所謂 只要台灣人想佩服烏克蘭 不怕死往前衝 台灣的小孩死不完 這樣就夠了 我們請 在烏克蘭也好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這些 種種的這個實戰 很像美國的軍事郭文 也不怎麼樣啊 這個到底是 能給什麼建議 我也很好奇 你們到底是 很像你們美國很會打仗一樣 實際上是這樣子 那你們當初是怎麼 離開阿富汗的 你們當初是怎麼撤離伊拉克的 這我就不談了 那這個2023的國防授權法 剛剛將軍也提到說 那個所謂的那個美國學人啊 所以要進駐到我們的立法院 跟行政院 這有沒有可能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國會意見 那如果是國會意見的話 他就比較有點像是 我們立法院的主決議 或是附帶決議 是參眾兩院給這個是 比較建議啦 我建議行政部門 你要派人幹嘛幹嘛 然後你AIT 要派人什麼國務院什麼 會不會變成是這個虛晃一招 就是我建議你們去 但是可能現在是2023年了嘛 搞不好到年底也沒有 就是我建議你 但是你也沒有去嘛 就跟他每次說 我建議邀請台灣參加環泰軍演 建議了這麼多年 我們也沒參加過啊 那你到底在建議 我建議邀請台灣加入IPEF 印太戰略 這個也沒有啦 這個是今天下午 在我們火車站前面 中下西路行政院對面 這個布條上面寫說 票投國民黨王鴻威 就是鼓勵習近平武力犯台 那這個獨派的這個布條呢 其實有點取巧啦 在1126選舉之前他就有了 他那時候寫的是 票投國民黨跟民眾黨 那為了省錢 就把民眾黨改成王鴻威 然後又把他貼出來 這個經濟拮据啦 那這個是王世堅啦 王世堅在幫吳怡農 站台的時候 堅哥也非常的這個 慷慨激昂 票投吳怡農 投給習近平看 就是抗中保台 變成抗中保農啦 這習近平 投給吳怡農 習近平會看 這個我也是這個 非常的這個差異 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是這個外媒統計 這也很奇怪 為什麼是外媒在統計 這法新設統計 我們的媒體不知道在幹嘛啦 2020的共機擾台是380架式 這個是共機擾台的架式 因為我們國防部都有公佈嘛 380 2021是960 那去年是1727 這個數字這樣的 這是怎麼 一米大一寸 這個你看這個架式的這個 每次兩倍 這個頻繁 這越來越多 而且就像剛剛單身廣島 這個海峽村 它根本也不管你啦 這個單身廣島 我必須講一下說 我認為國防部 特別是國民黨的這個立委 應該在立法院去質詢就是說 如果當有人 因為上個禮拜 滿志剛在你節目也講了 就是說 到底他 非常靠近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空中兵力 到底有沒有因應啊 如果你是放推 躺平 你不因應 那是幹嘛呢 那如果有的話 國防部應該公佈啦 因為國防部如果你變成 只是公佈說 你有多少的這個 好像例行性的公佈 像這樣的公佈這樣 那我不曉得你到底因應了什麼 那我也呼應單身廣島 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國軍很辛苦 戰力這麼的不對稱 但是你做什麼你要講啊 當有人質疑的時候說 那你的相關的作為是什麼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我們自由時報的總編輯的 這個特稿 叫做宋濤出招的 新的國台辦主任 這出什麼招啊 他其實宋濤的這個投訴 將與台灣有識之士協商國家統一 這個叫做宋濤出招的 那這個是新任的國台辦主任 就是說他 我們要跟有識之士協商什麼 這個 其實這東西呢 在2021年的習五點 習近平就講過了 對 那習近平講過的 宋濤兩年之後再把他講一遍 這個不叫出招啦 這個叫做老調重談 那特別是宋濤講說 要跟台灣的有識之士 這一點我就比較汗言了 因為就我的理解 我們台灣的有識之士還不多 我不曉得你要跟誰談啊 我們有什麼有識之士嗎 我們的有識之士談的是什麼 這1800億要發啊 對 要發現金啊 非發不可啊 我們討論的是那種 很肢節的東西啊 你真的要找台灣的有識之士協商 你當國家統一 你叫我列個表出來 我還不曉得要列誰 我們的有識之士不多 不然就準備要政治分章 你去當什麼 你去當什麼 你去圈什麼 大家每天都在想這個啊 然後想說 2024可不可以換我選了 我們想的是這個東西啊 人家已經跟你講了這麼多年 這麼久了 然後可能就是說 他是希望你坐下來談 只要你回到九二公司 一個中國 然後反對台獨基本的立場上面 他願意跟你談 他也不願意 就像剛剛單身廣前面講的 什麼殲-20的啊 什麼航空母艦什麼的 我們台灣本島 全部都在東部戰區機場的 作戰半徑範圍之內 他要打台灣 不用觸動航空母艦啊 我們全島都在他 東風飛彈的射程裡面 他都打得到關島的 怎麼會打不到台灣 他根本這些 他不必用武力來威嚇我們 單身廣你前面講的沒有錯 他不是打給我們看 他打給美國看的啦 對付我們何必出這些東西 但是回到這個送滔甲的東西 觀眾朋友我們不是要投降 而是說當大陸 他有一個觸統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的因應是什麼 我們的因應是屁股對著人家嗎 我們的因應就是我不要 我不要 你是小朋友嗎 對不對 那你不喜歡 你不願意 那你的對策是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我認為就大陸的這個政權 他是一個 他有他的主 他有他的主觀的意義 就是我就是要統一你啊 你不要那是你家的事情 我就是攤牌 我就統一你啊 我文攻武嚇 我飛彈贏彈 我就是對著你啊 那我們這邊 台灣這邊很多人說 我不要我不要 那不要那你要幹嘛呢 你要跑嘛 你要跑去哪裡 你要把我們台灣 開到關島那邊去嗎 你跑不掉啊 那所以觀眾朋友我們必須去 我們不是要投降 我們必須去正視 非常理性冷靜的去面對 當大陸他開始觸統了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議題 什麼發什麼什麼 1800億那些都是小議題 那些都是假議題 我很抱歉講 那些都不重要 我們迫切的危機是什麼 我們迫切的危機就是 宋濤寫的這文章 我們有仔細看嗎 其實我們沒什麼仔細看 我們就抓這一句 我們有台綠媒就已經抓狂了 可是當國防授權法 當台灣政策法的時候 我請問你 單身廣我們是怎麼 我們是一條一條討論 一條一條研究 對美國爸爸的那種虛晃一招的法案 我們是認真的不得了 結果台灣政策法根本沒過 可是對我們真正生死存亡 有威脅的大陸 習近平的元旦談話 誰去研究 沒研究了 只要他講兩岸一家親就好了 他沒有講什麼一國兩制 這個聽起來心裡好舒服 對大陸的東西 我們太冷漠太輕視 對美國爸爸的太重視太看重了 可是真的對我們威脅的是大陸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把這個比重挑回來 而且觀眾朋友 這一年我們最重要的課題 除了我剛剛講 遇到這個觸統壓力之外 我們要選出2024的總統 那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因為當大陸攤牌的時候 我們這邊對應的人是誰 如果還是照蔡英文的路線 那種抗中保台 抗中保農 這樣的基調的人 在當2024總統的話 恐怕攤牌的時候 我們的衝擊跟痛苦 會比現在嚴重很多 我們請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脂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神經病 感谢观看